生命纪第30章 当这一切事就是我摆在你面前的祝福和咒诅都临到你身上的时候 你在耶和华你的神赶逐你去的万国中 你心里必回想这些话 你和你的子孙必一心一意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照着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听从祂的话 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就必使你这被掳的人回归 祂必怜悯你 耶和华你的神必从你被分散到的万民中 把你再召集回来 你被赶逐的人就是在天涯海角 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把你召集回来 从那里把你带回 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之地 使你可以得着这地 祂必善待你 祂也必使你的人数增多 胜过你的列祖 耶和华你的神必把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 要你一心一意爱耶和华你的神 使你可以存活 耶和华你的神必把这一切咒诅 加在你的仇敌和恨恶你 逼迫你的人身上 你却要再听从耶和华的话 遵行祂的一切诫命 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 耶和华你的神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 你身所生的 牲畜所出的 地土所产的 都丰盛有余 因为耶和华必再喜悦你 使你得福 像从前喜悦你的列祖一样 只要你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话 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和律例 只要你一心一意 回转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其实我今日吩咐你的这诫命 对你并不太难 离你也不太远 这诫命不是在天上 以致你说 谁替我们上到天上去 为我们取下来 使我们听见就可以遵行呢 也不是在海外 以致你说 谁替我们过海去 为我们取回来 使我们听见就可以遵行呢 其实这话离你很近 就在你口里 也在你心里 使你可以遵行 你看 我今日把生命和福乐 死亡与灾祸 都摆在你的面前了 如果你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诫命 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 爱耶和华你的神 行祂的道路 谨守祂的诫命 律例 典章 使你可以存活 人数增多 耶和华你的神 就必在你 要进去德维耶的地上 赐福给你 但是 如果你的心偏离了 不肯听从 却被人勾引 去敬拜和侍奉别的神 我今日郑重地告诉你们 你们必要灭亡 在你过约旦河 进去德维耶的地上 你的年日必不长久 我今日呼天唤地 向你们作证 我把生与死 福与祸 都摆在你面前了 所以 你要选择生命 好让你 和你的后裔 都可以活着 爱耶和华你的神 听从祂的话 紧靠祂 因为 那就是你的生命 你的长寿 这样 你才能在耶和华 向你的列祖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岂是应许 要赐给他们的地上居住 你才能赐给他们的地上